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QT皇后美学设计学院的Mia 来到我们的人物转访 欢迎Mia 你好 哈喽你好 好的 很想先请Mia跟我们分享一下 过去是什么样的经历 然后让你结束到像美学这样子的产业类别呢 因为兴趣的关系 对 因为自己本身就是爱漂亮 然后因为加上之前不懂得如何打扮 那在外贸上面的话 其实也蛮受影响的 对小时候的时候 对 而且其实刚刚Mia有提到说 在20岁的时候 曾经就创了第一次的业 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 在过程是怎么样从跌倒的地方 又再次爬起来 20岁的时候 就跟银行借了100万 那借了100万之后又找了三个股东 对那总投资的话是200万 对那做了两年之后都一直打拼 就是没有亏钱 但是也不赚钱 就做的很乏味 那做的很乏味之后就把它收起来 那为了要还我人生跟银行借的第一桶金 所以我选择了到酒店里面去上班 还清这个贷款 那相对在还贷款的时候呢 也有接轨在我的美业上面 就是转做新娘秘书 因为本身自己也会化妆嘛 那也是没有美法科系的 对那在这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比较令你印象深刻的 像是人事物啊等等的 这一路走来帮助我的贵人 算是还蛮多的 对那也经由成长环境的关系 然后还有自己面 可能面对到的事情 其实我的故事 它大概可以写成上下两本书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在我的人生经历里面 在那最艰难的五六年里面的话 其实遇到的贵人也蛮多的 那不管是在经济上面也好 或者是在其他的技术层面也好 那到我又回归到了正式的 就是正规的工作岗位上面的时候 也是因为有前面创业失败的一个先前案例 让我知道我的跌倒是怎么跌倒的 所以再次从同样的每页技能行业里面 再次爬起来的时候 自己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修正 是那应该说真的 目前来讲同行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应该说你觉得说 你们最大的差异化以及特色点在哪里呢 最大的差异化跟特色点 应该是亲民 亲民 对我们一般的像我就是百首起家的人 那当然我也我之前做美法的时候 我也有爱漂亮的时候 爱漂亮的时候 我自己没有办法去做进到18馆里面 去做这一些消费服务的项目 对那还有就是可能要学习其他的技能行业的话 手上的资金也不足 那所以基本上会现在会有QT华华美学设计学院的话 其实也是想要帮助这一些 可能职业妇女或者是宝妈 或者是想要跨行业别的 还是想要学习技能行业的 让他可以有小的资本开始学技术学习 然后到他自己能够成长 完全的去独自的创业 对那就是帮助跟我一样想要创业的人 来去做这一个技能辅导的这个区块 那我的店面的话也是一样 我们就是有做加盟创业的这一个 跟落地帮扶的这一个部分 对那这一个部分的话 其实跟其他的美业行业别不一样的 是我们的创业门槛低 对然后我们的落地帮扶不是说 一年两年就没有了 我们是一直如果是这个品牌一直延续前进的话 其实我们是会跟着一起前进的 因为我强 我后面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企划团队 那我们的呃像我美严时光的这个品牌的话 是跟御守国益集团 他们一起合手打造的 那御守国益集团他们后面的后置 跟他们的企划不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他其实这个层面 让我身为一个呃不要说中小企业啦 算是一个呃小工作室或者是小店面来讲的话 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你如果真的一点点美感都没有的话 你要做出好看的一些可能作品照啊成果照 或者是你要拍出一些好看的视频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那企划部的话 他会协助这一些来呃可能加盟我们品牌来创业的人 他可以落地到这一个帮扶 这个是其他品牌应该也没办法做到的 嗯没有错 就是你还是说你美业还是要跟自媒体去做一个创建 对对对 人家才知道说 诶你平常的生活怎么跟呃美业去做一个结合是有趣的 人家才是觉得说诶会想follow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因为其实这个呃应该说你们的QT 皇后美学主要是在做技术教育 嗯那这边的教育的服务项目大概是分为哪一些呢 呃我自己在做呃自己培训的话 老师是我的部分的话 美睫跟美甲我没有 因为我不会我已经忙不过来了 所以这个区块的话 就像我常常跟想要创业的想要学技术的跟他们讲说 你先学你最有兴趣的那个区块下去做学习 然后先把这一个学金学好学满之后 你再来学你第二项技能这样子我觉得你这样子学了才不会白费浪费钱 不要说你今天学了呃可能如何做蛋糕明天去学纸睫毛 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行业别 那但是今天我说我所有的工作链 其实他都是可以相相换扣的对那好 跨行业别来讲的话除了自媒体不要讲之外自媒体他是任何行业别现在都是非常需要的 那跨行业别的话可能我今天身上穿的有可能学生或者是其他的教育讲师他也想要购买的话 这个就是什么变现变现对那呃可能今天我手上呃去呃我很常出国去旅行对那旅行也不是单单的只有旅行有可能是你像我几乎每个月都飞大陆去做 培训培训啊那可能接受大陆那边部分的资源呃吸收呃受培训我是回去学习的因为不可外乎真的我们台湾的这一个方面非常非常的欠缺对 比较薄弱啦对对比较薄弱所以我没办法我一定要让我自己回去那边学习因为我大陆那边有公司我自己有公司行行也是做形象美学设计的跟你的外在也是绝对有关系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呃假设你今天是一个保险人呃你是一个卖房屋 那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你人设的一个打造怎么样才是适合你的妆啊适合你的法啊适合你的一个船佐啊都可以经由我们的沟通然后去帮你做适合你的一个个人人设的一个打造这也算是自媒体的其中一环嗯对然后再来的话那你像可能我附加的价值其实很多到我现在经营我自己起来的话其实自媒体就是在经营自己那经营自己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个真的是要从 零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培养起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你去看我的IG的专业或者是看我的脸书还是看我的抖音抖音是最晚最晚做的但是我的IG跟脸书的话其实相对的我在影片里面就可以看得到我的价值内容今天不管我可能是去呃医美诊所哦那可能谈医美对那医美的话其实大大小小的手术我都 除了一些比较比较艰难的可能没有到那么长不用去做到那些但是其实大大小小的你所听得到的微诊啊哦比如说不尿酸啊除皱啊法令纹啊这一些我都有做过埋线啊那你熟住的话就比如说呃鼻子啊酸眼皮啊然后下巴啊胸部啊臭脂这些我都做过了 所以医美咨询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对这一个资讯是相当相当的了解的那其实我们在台南跟台中的话都有诊所上面的一个配合对所以这一些相关的知识其实跟我原本的美业他也是环环相扣的因为帮助不完美的人变完美这个就是我人生的乐趣嗯对也是我做美业的一个宗旨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天生就完美的对那你要不完美变成完美你中间也是要有 底气所有的底气就是要死掉钱嘛对那帮助别人赚钱让他把自己的不完美变美的同时那你也可以就是相对的就是有金钱的收入然后帮助你变完美然后帮助你有呃独立的一个创业的一个个人特色跟风格是对而且重点是说米娅他们在于这个部分他们是做非常细致他们除了有给人家做小资加盟以外他们还有共享空间的使用对我们台中台南都有 共享空间如果你今天是可能你刚学出来好你学一个文秀好了那文秀一开始你可能10个里面有一个来让你做成家那就是真的很厉害了因为你一开始这种是算有一点点美感为侵入性的东西你不能一学出来就是开始在做营业嘛那你可能一开始要时租日租或者是短期月租的话那第一点你省掉门面的一个装潢开销然后省掉一个电房租 那我们的时租跟日租月租的话你像月租可能3000就有了嗯对对对30005000就有了看是你是固定床位还是固定不固定床位那你像我台南的话就是固定包间对我台南的话有一间也是整栋都是租给别人是哇那在这过程中想必有很多像顾客给你的回馈的案例嘛那你觉得说如果假如说今天是一个年轻人那他可能也想投入像这样的相关领域嗯或者是说他们会想创业的话会有什么建议想给他们 嗯基本上还是要朝着你的兴趣去做嗯对那就是先学一样学金是不要一次学了三样三样都不金真的我也是一路这样子一样一样慢慢慢慢学起来的但是我所有的工作的环节他都是环环相扣的嗯因为每一页的技能项目里面你如果真的单纯只有一项的话其实你的收入真的是有限的对嗯所以等于说你的那个空间是被压缩在某 我一个项目里面而已对对那嗯那现在你看现在客人他都非常非常的想要也是现在客人他都是想说在同一个时间内就可以完成同样的一个服务嘛对不对那你今天如果你今天有脸部保养又有除毛的话他可能会选择在你这边做但是你今天只有除毛没有脸部保养的话他可能为了力求节省时间的话他可能会去找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有业主对对对对对对业主有多元选择的业主他去那边做服务嗯 那你相对的你的技能少了一项你当然收入就少了一项啊是应该说比较像是给年轻人的建议是说其一你必须要做你所兴趣的事情对对那第二应该说你不要盲目的跟从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要往你自己喜欢的为出发点才可以做的长久嘛对那第三你必须要有多元的选择因为今天应该说现在是一个多元的选择一个时代嘛对人家可能同时想做美睫啊眉毛等等的这样的多元的项目那这时候人家就觉得说 哎到你那边可以省很多时间对对那他们就会选择去你那边去做你的东西对对那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要透过自己的东西嗯有了定定的目标那就是努力的往那个方向前行是的好那我们今天的部分就非常高兴邀请到Mia来到我们的人物转宝那我们谢谢Mia谢谢 Mia Mia